近日,陆寒和关晓彤居然传出了分手传闻,甜蜜暴击的发布会也取消。 好在制片人第一时间回应,两人依旧恩爱如初,只是因为档期问题,两人更是一起录制快乐大本营。 作为一线流量明星,自然引起了网络热议,而令人惊喜的是陆寒与关晓彤的定情之作,甜蜜暴击终于定档了。 作为最令人期待的情侣档电视,关注度自然居高不下,要知道,作为同行出道的关晓彤,出演了不少热播电视剧,而她的迎评出文却给了陆寒。 可以说甜蜜暴击是关晓彤最大尺度的电视剧了,对于演艺酷拽的角色,相信关晓彤能够很好驾驭。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关晓彤的演技质疑,因为之前在极光之恋和凤求黄都尬眼,以至于网络评分超低,一度遭遇全网吐槽。 若此次演技能够逆起,相信关晓彤也能够再次穿上流量小声露函。 在剧中饰演积极向上的元季学长明天,片花中可以了解,误入女校遭遇女生强满,然后评论处就有网友喊话关晓彤,快去就唱哑,原以为遇上了一个学生是男的,然后加个夹子告诉他,我记住你了。 哈哈这场景,有种唐僧握入女儿国的记事感。 后来明天学长遇到了光晓彤饰演的方瑜,一个真正的格斗女王,外表十分冷漠。 面对搭讪的男生一个过肩衰,他是家族的继承人,但为了自己的格斗梦想,不顾家人反对,还取得了正则脸赛的冠军。 可是看起来的方瑜,其实内心敏感脆弱,面对不理解自己的家人很难过,但明天到来之际,便努力训练他,两人也在慢慢的相处过程中互生情愫,慢慢的走到了一起。 看到公布的片花,晚屏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,热血正义,陆寒的角色不再是柔柔弱弱的陈长省,而是一个帅气正义的格斗高手明天。 以前总有人说陆寒不够man,看来在该剧播出后,印象应该会大大改观吧。 陆寒和关晓彤在剧中更是各种人爱秀不停,网友扬言,求清虐,甜蜜暴击正式定档7月23日湖南卫视播出。